Sabertruck真的防弹吗 网传马斯克扫射Sabertruck是真的吗 那我们买一台Sabertruck是不是就等同于拥有了一台装甲车呢 最近Sabertruck费上火 十个视频有九个是说Sabertruck防弹测试的 这期视频咱就从头到尾聊一聊 这东西是不是真的防弹 咱先否定一件事啊 就是这张照片 车呢明显是披上去的 真实照片是这个 就哪怕它不是披上去的 弹痕也绝对不是 马斯克手持的这把发射器造成的 为什么呢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 他拿的是什么 玩过CF的都认识吧 巴雷特 这东西口径可是.50 吃的是长度将近14公分的口粮 正常的手掌也才只有18公分左右 著名AK使用的762也才只有不到6公分长 所以光看弹痕就不可能 再一个马斯克在这期节目中也说过了 参加测试的是一把汤姆逊 扫射了大概58子弹 这把发射器吃的口粮是.45 一个常规的手枪口粮 威力是不如762跟56的 玩过吃鸡这种FPS游戏的兄弟 应该是有体会 .45都用于手枪还有冲锋枪 那Cbertruck到底防不防弹 防 那它属不属于装甲车 大面上来说不属于吧 它还是普通民用多功能常用者 只不过做的更坚固 而且不仅车身有防弹功能 玻璃同样也有防弹属性 当然跟早期铁球测试那个玻璃有很大区别 那Cbertruck是怎么实现的呢 很简单 对于料 早期的Cbertruck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蒙皮效应外格 但因为某些人员后期还是换成了带过框架的车身 只不过用料不太一样 300系列的割捏合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锈钢 厚度达到了3毫米 所以抵御一些.22.45还是9毫米都不在话下 最牛批的是 在这期节目中主持人好像复合弓 对Cbertruck进行的测试 结果不出所料 别说对穿了 只是留下了凹痕而已 复合弓这个东西吧 小棒数的转体下就能轻松透过铁皮 棒数调高的话 就咱们常见的这些账 对穿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所以由此可见 Cbertruck确实很坚固 至于其他硬件软件配置 你还是自己去搜搜看吧 跟国外的主流电动配卡 基本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就不再赘述 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是急速车士 帅气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